你可以嫌华为三折贵你也可以不买它 但华为这两年带给我们的惊喜值得每个人尊敬 大家好我是哈密君 三折手机到底能干嘛屏幕容不容易坏 华为Made XT卖两万块值不值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一一来探讨一下 Made XT用的是内折加外折的Z型方案 正对的屏幕最左边的是外折 靠右的两块是内向折叠 Made XT折起来大概就跟电视里头皇上看的奏折差不多 其他外观细节就突出一个字 贵 无尽要线每一台都不一样的严实纹理 拿来手上真的很有面子 那花这么大功夫弄个三折到底有什么用 华为给出的答案是一机多用 你把Made XT完全合起来只用一个屏幕 它就是一台手机 你把它展开一次就是双屏形态 再展开一次三块屏幕就能一起用了 完整的大屏有10.2英寸 算是全球目前最大的折叠屏手机 完全可以把它当平板使用 以前的双折屏手机展开后屏幕挺方的 和主流视频比例不太匹配 看看视频会有很大的黑边挺影响观感的 三折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我们让它试了一下看视频体验和平板无异 所以竖屏方屏横屏 Made XT确实能满足多种场景的使用 那么屏幕容易坏不 即使没有意外 日常情况下这块屏幕面临的挑战也不小 一面内折要抗挤压 一面外折要抗拉伸 注定让整个屏幕的硬力变得非常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华为给屏幕同时用上UTG玻璃和非牛顿流体 来提高屏幕的抗中极性 UTG玻璃让XT在保持轻薄的情况下不至于太脆弱 而非牛顿流体越强则强 越弱则弱 也就是说正常折叠时 并不会表现出很强的刚性 一旦发生跌落或者撞击就会变得很刚硬 我们拿到针机后 用手指甲和铅笔划了划 发现并没有留下明显的划痕 要不是手上就这一台 横竖得整个跌落测试 看看它的抗冲击性怎么样 对于三折形态 差有我们比较关心的 还有它的重量和厚度 Made XT整机的重量是308克 拿在手上是有点沉的 但毕竟是三折可以理解 至于厚度却非常惊喜 三折的XT只是比我们手头的 双折Made X5厚了那么一点点 如果只是两块屏幕折在一起的话 XT是比X5更薄的 全展开最薄处只有3.6毫米 为了做到这么轻薄 华为给Made XT安排上了 全球最薄的归附级大容量电池 总容量是5600毫安时 比二折的Made X5大了500多毫安时 虽然跟平板动辄上万毫安时的电池没法比 但考虑到三折的内部结构会更复杂 Made XT在机身厚度没增加太多的情况下 还能有这样的电池容量 一定是相当了不起 观念是这么薄的机身 还给了50W的无线充电 建议友商的纸板机都学学 少拿机身空间当借口了 至于具体续航怎么样 我们还要再用一段时间 之后差评硬件布给大家好好聊聊 其他配置上也没有为了轻薄做太多的妥协 特别是影像 Made XT在这么薄的机身里 居然塞下了三颗镜头 包括一颗5000万像素的主摄 一颗1200万像素的超广角 甚至还有一颗潜望式长焦镜头 这个真挺牛逼的 三折Made XT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 我们来看一眼完整的参数配置 这个配置卖19,999元起 差人们觉得怎么样呢 肯定会有人说太贵了买不起 但其实对于广大不差钱的老板来说 这价格还行的 在用料高端做工精细的情况下 三折的成本本来就高不少 再加上华为Made XT非凡大师 注定不是走量级 没法靠量大胎低成本 而且Made X5双折12,999 Made XT多了4G内存 多了一折屏幕 定价19,999 好像也没啥不合理的 除了手机本身 华为还做了一个带支架的壳 方便老板们将手机立在桌上 考虑到老板们日理万机 华为还发布了一个可折叠的键盘 旁边居然还有触摸板 总体来说 Made XT三折的手机形态 做工用料配套等等 都给足了老板身份和面子